两会期间伤害我们老百姓 一个官员十年前敢把人给埋了 十年后却不敢了 大家好我是大树 山东还真是个狠地方 那前有山东警察说人民不是老百姓 现有领导违规圈地 而且语出惊人 在场的老百姓无不感到震惊 那么官员领导到底说了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视频 视频中事件的所在地 是山东青岛的北海宾馆 这个北海宾馆被当地人亲切的称之为 海军北海宾馆 也一座海军宾馆 因为这里住着很多海军 那么据当地居民反映 北海宾馆在18年的时候 就曾经违规圈地 就打算建停车厂 那么到了2024年初 北海宾馆又试图强占周围的消防车道 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安全 那这里补充一下 那这个消防车道其实很重要 那我曾经就发过一个 贵州居民老妈被大火呛死的内容 那引起这个悲剧的其中之一因素 就是和这个消防通道被堵 消防车进不来是有关系的 所以当地市民就把这个事投诉给了政府 但是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那直到3月5号的时候 这个北海宾馆直接就封路开工了 那他的这条路 正好就把当地市民 前往医院和学校的这个必经之路 给堵了起来 那看完了这个视频的大陆网友 就不禁好奇的问道 十年前有那么恐怖吗 那也有网友说 十年前可能真买过人 报案查查了 那当然也有网友肯定的说 这个事是真的 其实网友们说的都没错 都有道理 大家想想 他敢直接把大马路给封了 变成他宾馆的一部分 你说这要是没有后台 谁能干出这种不仅损人不利己 更是照当地居民唾弃的缺德事呢 是吧 而且呢 这是海军宾馆 所以一看这官员 就是更高级别官员的狗腿子 那专门就是干这种事 那么后来 就连给这里施工的工地师傅 都觉得这帮人缺德 真的特别像的话 人家施工的同事们 都感觉到都看不下脸了吧 那看这一块就堵这么一个墙 你就这么一点就为了12个车位 是不是大的 你说怎么弄 对 抓了怎么着 这人都没下来看看 对 看看这实际情况 是是是 我们不是瞎编的 两会期间伤害我们老百姓 文明人 没法没名了 威胁到安全了 我建议大家先算了 不可能不可能 穿掉 最重要的都是这条路 我们一分一毫也不让 不让 不动 现在不动啊 不能说现在不动 永远不动 并且你们在这不动 走了就走 事实上呢 该事件的很多内容啊 都因为言论审查而遭到了社交平台的屏蔽啊 不过呢 我们在网上呢 还是能看到一些网友啊 把这个事件大致pose了出来 那么在微博上呢 就当地的居民就拍了几张图片说道啊 北海宾馆啊 为了自家门口宽敞啊 将面前的马路全部占用了啊 只在路南侧面啊 留了一条宽度不到50厘米的路啊 而且啊 他们的旗杆还竖在路中间 大家看看啊 这么窄的路啊 中间的旗杆下面 还有一个凸起来的水泥台啊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拐角处啊 这么窄的地方 你确定是给人走的吗 一个官员十年前敢把人给埋了 十年后却不敢了 那这么看来啊 习八号还算是做了一丁点人事 是吧 那说句实在话呢 有习在啊 我对魔供的崩塌还是蛮有信心的啊 那不过话又说回来啊 就这样的人 即便在习时代有所顾忌 但是显然他最后也没有把习放在眼里 因为如果他真是要害怕习的话 他怎能如此嚣张 敢在公众面前这么叫嚣呢 所以啊 习要解决的问题啊 不仅仅是民生啊 还有这个官员的这些问题 那我们看到啊 如今越来越多的此类官员出现啊 他们现在连装都懒得装了 其实这样的问题啊 也恰巧说明 这个政权正在崩塌的边缘啊 因为官都在摆烂啊 人民在躺平 好了 我是大树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 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 见 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